哈囉我是烏龜 這是三分鐘系列的第一回 我大致說明一下 由於有些時候部落戰的賽後解說影片 可能因為長度控制的關係 會有一些精彩的戰役沒有辦法全部一一收入而成為遺珠 而在非部落戰的期間也有可能會碰到一些 部落同伴或者自己打得還不錯值得分享的戰役 這些精彩的戰鬥如果沒有即時記錄下來實在是蠻可惜的 所以打算新增這個三分鐘系列 只單純紀錄精彩的單場回放 快速的解說全程不會暫停 從下一次開始三分鐘系列影片長度都會控制在三分鐘以內 會不囉嗦直接開始快速的解說與回放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這次要看的 就是一個 10本的三星 是我打的 這是一個10本的回字陣 他是一個初始 第三座的EXNU還沒有蓋好女王也在升級 不過他已經有兩個地獄塔了 那牆的話是還蠻軟的 至於其他的防禦設施就是 九本滿房的等級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回字陣 所以我一樣會繽紛三路 現在3點下了天女 然後在6點下我的第二批部隊 我會下胖法 那我先幫胖子開牆 然後天女也開牆 那我的援軍帶的是黑胖 後面跟上了法師還有蠻王 要讓他們負責來處理6點內側的區塊 那我也成功的將6點內側開了第二層的牆了 天女的部分我不用擔心 因為那邊的防禦力還沒有很集中 所以天女會安全 只要他不要被EXNU打到就好 那蠻王這邊已經把援軍吸引出來了 援軍是法師 於是我丟了一個毒 這些法師如果一開始有先引出來應該會比較好打 那我看兩邊清得差不多了 我就將阻力下出來 武神從4點的地方準備要進去正的中心 武神在這邊繞了一點路 讓我有點小小的擔心 那還好的法術是完全都還沒有使用 那等到武神進中了之後 給他們一個狂暴 迅速的打掉第一個地獄塔 然後快速的爆本 然後將核心掏空 那我已經下了第一個補血了 然後並且在他們打爆了第二個地獄塔的時候 趕快再下第二個補血 把主部隊的血量通通都拉回來 那他們在砍牆的時候就不用擔心了 那最後我的主部隊是順利的砍牆出來 那繼續打剩餘的劍竹 那等到他們踩到了一個大炸了之後 趕快再給他們一罐最後的補血 讓他們可以延續他們的性命 不然我就不用玩了 那在八簡的外側 我這邊其實是想用一個胖子 還有一個法師 打掉他最後的這個劍塔的 來做收尾的動作 沒想到那邊藏了這麼多的骷髏陷阱 所以那邊下的沒有成功 不過沒有關係 最後我剩下的 天女還有武神 是順利的兵分兩路 將剩餘的劍竹通通都清掉了 那最後就完成了這個 十本初十的三星 算是壓秒喔 我到了倒數好像五秒內的時候 才把他打掉的 好那這就是這一次的分享 下次我們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再見吧